来掌握的就是这几天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的 歌手王力宏还有李敬磊他们的婚姻风暴 李敬磊日前深夜发出的5000字长文 直指王力宏有很多不当的行为 字字句句都好像核弹籍的威力 重创王力宏的形象还有事业 而现在呢其实这个战火一路延烧 还烧到了双方的家人当中 远在美国的王力宏父亲血性挺儿子 但是被网友笑说根本是在提油救火 好但是其实李敬磊的哥哥也拿王力宏的文章做了批判 倒是博得了不少按赞数 王力宏针对前妻李敬磊的指控在19号深夜 写了签字文反击 但整篇文章漏洞百出 李敬磊的哥哥也看不下去 在IG上酸爆王力宏 说几个笑话我没有对婚姻不忠 大概是对不忠这个词有误解 我有录音档可以证明 但我没听过让人想问你到底想说什么 更扯的是连老婆的本名都打错 还想用仇日情绪带风向 我哥哥他有很圆满的家庭 还有小孩他有老婆 然后我会很嚮往那样子的生活 过去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被拿出来狠狠打脸 李敬磊哥哥说王力宏说不在乎钱 但整篇文章都在讲钱 说在乎孩子但重要的日子都缺席 视讯根本不算陪伴 最后再向王力宏在威胁和恐惧中过日子 竟然还能连身三胎 还奉劝他中文不好 也没有人逼他写中文 王力宏婚变风波后 让王爸爸隔海写信替儿子护航 指责李敬磊狭途逼婚 违和家人 只是夫妻间的战火蔓延到家人身上 让大批民众有如在看八点档连戏剧 看得欲罢不能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 王力宏现在是大家最夯的讨论声浪了 因此呢很多人出来有些活动的时候 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这一回是四个多月好久不见 台义球星林书豪他公开露面 由于在之前感染新冠肺炎大病一场 所以显得有些的苍白 同样的他也被媒体问到了和王力宏的交情 会不会帮王力宏加油打气呢 好 林书豪当场好像有点愣住了 似乎是吓了一大跳 公关出面制止 场面一度哼火爆 罹患新冠肺炎康复后首度公开亮相 台义球星林书豪回归北京首钢队 和台湾球迷相见欢 只是媒体焦点却是他和王力宏的好交情 王力宏曾经也给您这个加油打气过 那可以不要打到问题吗 对 这段的话 他现在最近林会不会给他加油打气 听到问题 林书豪当场愣住似乎被吓了一跳 工作人员立刻制止发言 起粉一度火爆 随后他被匆匆带走 原本安排的签名合照 喊咖活动草草结束 全场粉丝傻眼 林书豪和王力宏曾一起逛夜市 搂肩微笑 两人都po出了照片 王力宏出新专辑 好小子录影力挺 您说好八月染疫住院三十天 王力宏抢先发文祝他早日康复 隔离那么久掉了差不多二十磅九公斤 心情是非常非常不好 重返CBA球场好小子准备大展身手 记者一伟领域北京采访报道 来掌握的就是歌手王力宏 他的婚变风暴 他的前妻李敬磊从17号开始 就在各大的社交平台 po出了5000字的长文 揭发王力宏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当然就好像在演艺圈 也帮王家人投下了一枚核弹级的震撼弹 但是其实来看到的是 高学历也曾经担任过金融主管的李敬磊 他显然自己不是意气用事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击 还有指责李敬磊都一一拿出了证据反击 由于的力道太强大了 还被网友说他是雷神 当然不论是艺人公公还是王力宏本人 都一一的败下阵来 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敬磊核弹级爆料后 王力宏保持沉默好几天 反倒是被点名的女星一个个跳出来撇清 天出与王力宏2013年的对话记录 说自己其实是他的前女友 不过两人2015年分手后就互相违信 却又遭李敬磊截图打脸 因为之后两人都用WhatsApp 大头贴还换上裸照 两人不正当关系根本还没断 王力宏19号深夜紧急发出1500字声明 字字句句充满委屈 还很肯定的说没有对婚姻不忠 对于复杂的性关系却只字未提 李敬磊则在两个小时后发文戳破王力宏谎言 对于王力宏自称没有对婚姻不忠 李敬磊打上大大的问号 并期待他一一回复 王力宏说自己五年八个月的婚姻生活 是活在恐惧勒索之中 李敬磊则提出心理医师的原文资料 表示自己才是长期受虐待被羞辱被你情绪操控的那个人 更大爆料王力宏有姓陈颖和自恋型人格的问题 这一来一往过招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李敬磊有备而来 王力宏则是谎言一堆一再被打脸 对王力宏一直不肯认错 李敬磊对王力宏的用字一次比一字还重 更怒哄王力宏的修养与人品都是低劣的人 只能说这场婚姻大战 王力宏彻底被击垮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在王力宏发表了道歉认错声明之后 李敬磊也说他不会提告了 对此时事评论员谢寒斌说 双方现在应该已经谈好条件 而他认为整起事件会逼得李敬磊下重手 应该是双方讨论离婚协议的时候 王家真的是太抠本了 因此才让他心生不满 他会写一个比较缓和的道歉声明 然后李敬磊就决定不告了 我觉得双方条件应该差不多谈好 可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 你们不是王力宏是美国籍 你应该很清楚 美国人在处理这种离婚的状况 特别是名人的时候 你们第一个一定要找律师嘛 然后找律师了之后 把双方的权利义务都谈好嘛 我该付给你多少钱 那可是有哪一些秘密 你是不能对外界公布的 都应该要谈好的啊 人家不要盖子不是二话不说 马上分一半财产给他老婆 不就是这样子吗 人家是一千多亿美金耶 你不过是三十亿人民币耶 所以我是觉得以一个议员来讲 因为你还有机会赚钱嘛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说 就很单纯离婚 然后几乎没有给对方任何东西 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局 那这样看起来 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要这个丑话 或是质疑的意思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变成 我们假设啦 当时王力宏他如果该付的愿意付 你说房子给他啦 不要说什么只住十八年啦 该付的赡养费啦 该给的这个分手费啦 该付的付一付承诺愿意照顾孩子 也许就没有这个事情了 我跟你讲不是也许就没有 肯定不会有为什么 因为我要给你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我一定会要求说 那你就要给我签一个保密协议嘛 OK 对啊就是你相关的对我的事情 不能再做任何评论 然后我过去的一些东西 你不能再发言嘛 就是这样这是很合理的嘛 对啊因为国外也都是这样干的嘛 所以我觉得当初 不好意思我就直接讲 我认为就是因为王家当初太抠门了 才会造成后来的解决 就这样子而已啊 不然的话这很显然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后来很多人会说 我这样去讲李敬蕾 好像李敬蕾只是为了要钱 错不是我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 对我就怕这样讲 人家会这样说 那现在怎样不告了 是钱才好了 钱要到了 其实你们要站在李敬蕾的角度想一想 他毕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王立宏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如果他们夫妻两个吵到 两个变成永世仇人 你觉得这小孩子是好事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那不如两个还能够 至少还是我们有共同孩子的份上 大家把权力义务谈好 那我也让小孩子的生活获得保障 我自己也获得保障 然后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因为再接下去 当你彼此爆料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最近不是常有人找什么亚洲第一狗仔 什么什么上来 那接下来就会有很多人去跟着李敬蕾 有很多人会去跟着王立宏 然后接下来你就报复完 你们全家所有的事情 全部要谈在阳光底下 这是你们想要看到的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李敬蕾这样的选择 是完全正确的 也就是当两个人感情已经不在了 那就是找一个对彼此都好的路 他又能够照顾小孩子 对不对 然后在这件事情上 大家该受的伤也都受了 你再去追杀 王立宏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老实讲 因为人做什么事情 差不多到一个限度就够了 当你现在王立宏 讲得比较难听一点 已经身败名裂了 你社会性死亡就挂了 你这时候再继续去追打他 其实到最后是连李敬蕾的名声 一起抽掉